臺灣跨國詐騙嫌犯 遭菲律賓當局前身中國的事 外交部提出了三項抗議行動 但是卻傳出 菲律賓總府秘書長 在受訪的時候表示 菲律賓的處理 是尊重一個中國的政策 叫兩岸自己解決 我國駐菲代表李傳通 譴責菲律賓不應告 介入臺海事務 而外交部也說 菲律賓的陳述 嚴重背離了事實 正當菲律賓駐臺代表 白犀利趕回臺灣 向我國外交部說明 遣返事件後續 同一時間聽到 臺灣制裁行動的非國高層 也放話了 總統府秘書長接受媒體專訪 居然表示 菲律賓把臺灣人送到中國 是遵守一個中國原則 國外交部說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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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即將回國的駐菲律賓代表李傳通 在律師陪同下開記者會 言辭譴責 但菲律賓移民局長卻說 臺灣三項制裁 不過只是恐嚇 總統府發言人更說 他們絕不讓步 菲律賓對臺灣的抗議 絲毫不為所動 展現強硬態度 我們除了譴責 恐怕得祭出下一步行動 民視新聞綜合報導